今天咱们讲讲画冠匠吧 在古时陕北一带 有种民间手艺人叫做画冠匠 这个词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过 包括我也是后来听外公说的 因为这个职业实在是太过久远 在古时候他们是专门给富贵人家在棺材上绘画的 到这可能有人问了画什么呢 棺材上能画什么东西呢 在这里我告诉大家 古时候但凡有点家点的人家 往往都会请画冠匠在棺材上绘画 画一些吉祥的图案或者是24小图等 之所以说画冠匠是首艺人 是因为他们的画艺很高 色彩雕刻什么的都十分具有观赏性 妥妥的是靠双手吃饭 画冠匠也是属于吃音饭的 但凡吃音饭的职业规矩都很多 画冠匠这行也不例外 最忌讳做工的时候有人打扰 因为被外人干扰很容易出现纰漏 就好比在棺材上绘画雕刻 不可能说出现一点错误就换一口棺材 画冠匠讲究的是一气呵成 绝不拖泥带水 一旦出现纰漏 主人家只会觉得你技术不行 碰上脾气不好的主人家 打你一顿你也不敢反驳 后来随着时代的更迭 社会上印刷技术越来越精湛 再加上全民火化 很少在实行土葬 所以就导致画冠匠这个行当逐渐没落 直至如今差不多快要失传 要问现如今还有没有画冠匠 这个我可以说还是有的 不过很少了 基本都是些六七十岁的老头子 他们这一代差不多就是最后一代了 这几年我很少在东奔西跑 大多数时间都待在老家 老家我外公开了个售仪店 我几乎每天都在看店 老家售仪店卖的有很多东西 纸人 马 车 电器等 手衣 画圈 铭币 活纸等 可以说只要跟殡葬有关的东西都卖 那么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呢 实不相瞒告诉大家 除了纸人一类是外公亲手扎的外 其他一些铭币活纸什么的 都是从批发市场拿回来的 所以就在拿货的时候 我认识了一位画棺匠 这个画棺匠姓孙 就叫他孙师傅吧 孙师傅大概有六十多岁 听说他以前是开棺材铺的 后来上了年纪 在改行做了手衣店 跟我是在同一个地方拿货 基本每个月都碰一次头 久而久之 我们就熟悉了 直到他是画棺匠后 我对他可谓是兴趣浓厚 总想着从他身上八点东西出来 在被他拒绝几次后 终于有天他跟我讲了这么一件事 那次我问孙师傅 什么时候学的画棺 孙师傅说是他十几岁的时候 机缘巧合下才学的这门手艺 当时我问他 什么叫做机缘巧合 孙师傅巴搭巴搭抽着烟 给我讲起了他的当年 孙师傅说 那时候他才十五六岁 正好是五六十年代 那个年代大家都懂 谁穷谁有理 谁穷谁光荣 都以穷为荣 以有知识有田地为耻 那个年代闹得最凶的是什么人 小红兵 小红兵又是些什么人 都是穷人 那个时候 孙师傅家是出了名的穷 往前翻几代 也都是揭不开锅的穷人家 所以当时他家就属于那种 跟正苗红的家庭 别看当时他才十几岁 就是十几岁 带着一些同名的小红兵 整天在村里批这个 又是批那个的 一言不合 给你扣个大帽子 关起牛棚 把谁都不放在眼里 孙师傅说 当时年轻气盛 感觉有人跟着自己 听自己的话特别威风 每天总想着立功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 说是有一天 孙志书找到孙师傅 让他去挖了 村里地主阶级的祖坟 去砖盖猪卷 当时孙师傅正愁 没人可批斗李威 正好赶上这时 他怎么可能放手 于是就带了几个小兄弟 在村里吆喝了 二十来个年轻人 在村支书的带领下 扛上铁仙稿头 气势汹汹 直奔村里地主阶级的祖坟 在村支书的带领下 孙师傅他们 很快就把坟挖开 掏完砖头后 随便用土把暴露的木坑草草掩埋 最后众人 拿着木里的砖头 唱着打靶归来回了村 孙师傅 说他当时没什么感觉 可是回来之后 心里一直不舒服 说不出来是什么原因 总感觉心里莫名其妙的激动 但也没怎么放在心上 吃完晚饭就睡下了 孙师傅说 睡着的前半夜倒没什么 后半夜就感觉手火辣辣的疼 迷迷糊糊睁开眼 竟看到自己床帮子边上 坐着一个面无表情的老头 那老头手里拿了把油漆刷子 在自己手上 不紧不慢一下一下地刷着 孙师傅说 他当时急忙想把手抽出来 可是用力才发现 自己根本动不了 想喊爹娘嘴 也发不出声来 当时孙师傅被吓得满头大汗 拼命挣扎起来 可是不管他怎么挣扎 手脚都不听使唤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个老头 继续在自己的手上刷着油漆 直到自己的整条手臂 都被刷成乌黑色的时候 那老头对他诡异地笑了一下 跳下炕 打开门漫 悠悠地走了出去 那老头刚一出门 孙师傅全身一松 赶紧爬了起来 他当时立马拉开灯 就看自己的右手 可是竟发现自己的右手好好的 根本就没有乌黑色 只是稍微有些疼 再看门也关得好好的 根本没有开过的迹象 孙师傅说他当时彻底糊涂了 之前发生的事情还很清晰 要说是梦 可明明那么真实 甚至那个老头的相貌 自己都记得 可问题是自己手上 血血实实连个黑点都没有 想着想着 孙师傅说他心里突然一击灵 他联想到了白天挖坟的事 因为那个坟有些异样 土是黑色的 棺材像刚刷完油漆湿淋淋的 但是谁也没多想 因为大家都觉得 在地下埋的东西 湿也是很正常的 孙师傅说他当时心里直发毛 心想 该不会是因为挖了人家的坟 人家来报仇来了吧 孙师傅越想越害怕 越想越相信 和白天挖坟的事情有关 吓得绝也不敢睡 想去爹娘那边 但又抹不下脸 只好点着煤油灯抱着被子 坐在炕上等天亮 孙师傅说 他第二天早上 是被手上的剧痛给腾醒的 当时睁眼一看 自己的右胳膊 红肿的像牛腿 上边密密麻麻的一层红疙瘩 吓得尖叫了一声 就晕过去了 等他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躺在 设理卫生室的病床上 自己的右胳膊上 缠了厚厚的纱布 家人和一个医生 站在自己的跟前 告诉他自己 已经睡了两天了 医生看了他的病很惊奇 做医生这么多年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病 也是束手无策 只好先打了些消炎针 抹了些普通的消炎药膏 说过两天 还不好建议送到省城去 孙师傅说 那时候自己家穷 别看表面 把谁都不放在眼里 但该穷还是穷 都知道省城医疗水平高 但是自己家没钱 去也很不方便 能不能医好还是很玄 当时只能听天由命 另一边村里人都知道了这事 穿得沸沸扬扬 连邻村的人都知道了 也开始偷偷地议论 说孙师傅是因为挖人家的坟 才得着怪病的 说的另一些挖坟的人 心里也都开始不安起来 有的甚至偷偷跑到挖开的祖坟那里 给人家磕头赔罪 孙师傅说的当时躺在病床上 心里一直在想 前天挖坟的事 还有前晚那个思梦飞梦的怪事 愈发相信是因为自己挖人家祖坟 才导致自己的手变成这样 可是又一想挖坟的人多了 为什么就偏偏自己成了这样 随之再仔细一想 挖坟的那些人中 好像只有自己因为好奇摸了人家的棺材 孙师傅说 当时越想 心里越难过 也不由懊恼 但在那个破似旧的年代 这些话也不敢说 最后实在是疼得受不了了 才悄悄给自己爹娘说 他爹娘一听 立马就傻眼了 赶紧偷偷去买了些香火纸柱 趁着晚上没人的时候 跑到挖开的祖坟那里 烧了 还说了些自己儿子年龄小不懂事 冲装了您老人家 大人不计小人过 放过我儿子之类的话 孙师傅的父母 心里盼着儿子能赶紧好起来 可是第二天却发现更不妙了 因为孙师傅开始变得神志不清 问他话 嘴里哼哼哈哈的 也听不清在说啥 胳膊绑着的纱布上边 渗出黄色的液体 解开纱布一看 胳膊已经开始发黑 红疙瘩变成了水泡 有的已经溃烂 流着黄水 散发着阵阵恶臭 孙师傅说 他当时只感觉自己 快要活不成了 可谁知道 天无绝人之路 就在一家人毫无办法的时候 一个林乡老头来了 他听说了这件事 就过来给孙师傅治病 老头让孙师傅的家人 把孙师傅送到他家 半个月后 再来接孙师傅回去 到了半个月后 王师傅果然奇迹般的好了 但是村里人都不知道 他是怎么好的 到了半年后 孙师傅说 他和那老头已经很熟了 那老头才把当时的事情 一五一十告诉了他 那老头告诉孙师傅 他是中了生气毒 是因为碰了那棺材 才染上了气毒 他之所以能治好孙师傅 是因为他是个花官匠 他给孙师傅用的药 是当年他师傅传下来的 因为他们这行天天跟棺材生气打交道 所以有很多对症的药 而那个棺材 为什么会是那个样子 老头说是因为当时 做那个棺材的花官匠师傅 故意弄成那样的 给生气里加了一种药物 这种药物的主要作用 就是防魂 这种药物调配的生气很奇特 就是在太阳下边 暴晒半年也不会变干 老头说的师傅 就见过别人弄过一张类似的桌子 桌子上的生气一年都没干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困住 关中人的灵魂 使其不能轮回 墓地风水的生气 也因此会被破坏 甚至还会影响墓主人的后代 那个花官匠这么做 不是受人之托 就是自己和关中人有仇 至于这样做 到底有用没用 就很难说了 后面老头告诉孙师傅 因为破四旧 自己很多年都没干过这个了 也许这一辈子都用不上的手艺了 说将来也许还有一天能够用上 就问孙师傅 愿不愿意学这个 不用拜师 只是自己不想把这门手艺 带进棺材里 孙师傅说的当时想着 自己也没啥一技之长 于是便答应了老头 打那以后 孙师傅一有空 就偷偷去跟老头学习画官 后来老头死的时候 给孙师傅留了一只毛刷 一本图谱 一张钟馗像 还有一些药物 此后 这几样东西 一直陪着孙师傅 直到如今 一张钟馗像